那我問你喔 嗯 我有一個引召女郎 說這個 在浴室坐 一次五千 床上坐三千 然後吹喇叭一千 你要學哪個 床上喔 床上多少三千 對啊 拿五千給她 吹喇叭五次 哈哈哈哈哈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 老四對身 2006年的Z4好不好 已經孤過車了 所以我們這個 今天 先帶大家更詳細來看一下這個車子 然後這個不要再問了喔 車賣掉了 所以我們今天趁這個天氣還好 快點把它拍一下好不好 2006 Z4 3.0 SI 它當初有2500cc跟3000cc的版本 那因為2500cc跟3000cc的穗性是一樣的 所以反而到了二手車 3.0的會比較稍微比較搶手一點 Z4鞋背Cube本來它的數量就不多了 因為它是非常有操控熱距離的一台車 這上一集有講過 我們人坐在這個接近後軸的地方 那前軸非常的長 離你非常的遠 50比50的配重 加上265匹的馬力 所以這個車可以期待一下 它開起來絕對是一個很好玩的一台 方妮卡 我把這個噴黑了 原本是度贏的嘛 對啊 它度的有時候度的老了 然後又有一點點啊啊操操 所以我們現在就做一個黑化 Black Edition 有沒有現在不是都這樣 什麼都噴黑就是Black Edition的嘛 當你不知道要怎麼改車 當你不知道怎樣 選黑色就是基本款 買衣服也一樣 買鞋子也一樣 所以我們就把它噴黑了 然後呢這個鋁圈的部分 我把它Type也換新了啦 然後鋁圈 我也做了這個增圓度的檢測 跟烤漆 因為我最後為什麼用修復你知道嗎 因為我找來找去 有一些太新式的鋁圈 我覺得 裝上去以後不符合這台車的運味 因為這個車 坦白說這個車型看起來就不像是很新的車款 你看就是有點年紀有點年代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 把它這個原廠18吋的鋁圈拿去做增圓修復烤漆 那也把它修理完成了好不好 然後你看喔 它這個儀表板非常的簡潔 我最喜歡這個 那你摸這個是金屬的 所以它是有冷度的 冰冰的對不對 我喜歡這種質感 像現在都是用一些很像塑料 然後去做轉印 或者是去做貼膜 或者是做噴漆 但是我覺得這個年代的這種鋁質的 法斯紋的飾板 我覺得還是比較有 對我來講我是覺得比較有質感 然後你不覺得它這個中控台非常的簡潔 兩個出風口 跟它這個長型的這個原廠的音響 這也沒辦法改螢幕了 那下面就是胎壓偵測器的按鈕 然後這邊一個點焰器 然後這邊support的按鈕在這邊 你知道阿丹你知道這是什麼按鈕嗎 双方燈 不是這個按鈕就是我他媽的 我想停哪就停哪 你知道嗎 只有台灣有 對對對 這個按鈕一蓋然後天下無敵 我就是要停這 方向燈叫什麼你知道嗎 想轉就轉 對對對 阿丹會跟我他媽想轉彎就轉彎 鬼之橫接 我要從快車道直接橫接三個 直接下閘道也沒有關係 直接橫跨朝畫線都沒有關係 我有打方向燈 然後他中間這裡有一個小盒子 意味不明的小盒子 對不對 你看 我不知道在看嗎 然後這邊跟那個MX5一樣有沒有 我們這裡有一個小盒子 這裡有一個放筆 酷吧 以前這裡是可以插一隻手機 然後這邊 好的耶 幾片了 出來出來出來 好酷喔 六片 然後這上面還有兩層小盒子 然後這個就是我常常在講 有時候高級車是這樣 裡面有絨毛有沒有看到 好所以你放一些東西在裡面 如果彈跳的話 才不會有那個過度的那種 啪哩啪哩的意響 對 所以我說有時候 車場在做東西省錢跟認真做 其實有時候就是差這樣一片布而已 然後 它這個就是這樣 它這個椅子我常常講 你看喔 當你這個椅背貼到最後面啊 車開來就是會有這種皮革 有沒有 你就一直聽到這個皮革 跟它後面這塊板子 摩擦的聲音 你沿路開起來 你如果車身搖晃過坑洞 你就會一直聽到這個 這個聲音 比隔音不好還煩 你知道嗎 隔音不好就噓噓噓噓噓對不對 然後開一台車 然後一直聽到它在那邊 噓噓噓噓噓噓 這真的會壓起來 你知道嗎 好啊 這邊有個杯架 我剛剛不是這樣 然後覺得它 阿兜桿比較粗對不對 嗯 後來不是耶 人家可以這樣 有沒有 對 所以不要妄置菲薄 對不對 看到阿兜桿就覺得阿兜桿一定比較粗 不一定好不好 而且有的搞不好怎樣 你知道嗎 它雖然很大 可是硬度不夠 你有拼過這種說法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那都是你們亞洲人自己想出來 人家才沒有 它這個當初如果是2.5的啊 是沒有手自排系統的 就只有五速 我記得只有五速自排的 所以其實 光是這個引擎形式啊 有差 它的那個變速箱也不一樣 我跟你講喔 這個引擎 雖然上次我們在檢查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 引擎照顧還不錯 我告訴你 我他媽我還是花了好多錢 首先喔 我記得沒錯的啦 兩個三腳架 底盤三腳架 前面兩隻都換新了 方向機的鐵套 也都換掉了 防塵套也都換掉了 還有底盤的一些鐵套 都更新 煞車皮 來令片 還有煞車來令的線阻 墮輪也換掉 墮輪調整器 那前面保桿其實我有做維修 還有烤漆 隔柵烤漆 鋁圈烤漆修復 光剛剛隨便唸幾樣好幾萬 所以其實喔 有時候我們收這種老車啦 2006年現在也15年了對不對 所以其實當初在買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抱著說 這個車回來一定是 不用整理就可以削一筆的那種感覺 很多消費者會問說 老BMW到底可不可以買 我說可以啊 第一個看你買多老 那第二個 依照你買的這個車子的年紀 你大概要抓一個預算 預備下來做一個整理 你例如說以2006年左右的BMW 什麼車型我們不管 我們就大概15年左右的BMW 我都覺得你 留個5萬至10萬都很合情合理 跟小四馬有比較好 有好一點 就是我們至少我們檢查到的東西 提前都先做了 不代表你回去 你就完全不用整理 也許剛交給你的時候 可以直接開很爽 但是陸續 長久下來 你還是得準備一些錢 慢慢的做一些耗材的替換 欸我不是你們老伯 我什麼都幫你們換好好對不對 不可能嘛 不然這樣啊 這個車你跟我買100萬 我給你保固終身 對不對 只要不是你弄壞的回來 我都換給你 欸還要自然損壞喔 好不好 研究一下 如果覺得100萬買這個車 終身保固有興趣 也可以留下眼 好我們來對賭看看 直接線上我們就開盤了 還有你們有沒有發現 它最帥的一個地方在這裡 這裡有個Z折線 通過這個Z折線的中心點 就是什麼 BMW的懸浮式MARK 而且你打雙黃燈這邊會閃 所以它這整個線條真的很漂亮 然後這個線條延伸到這邊以後呢 帶出這個大輪壺 所以它這個整個這樣子 感覺起來 這個車開起來就是一個 會非常穩定的車款 你有沒有覺得它這個尾燈的形狀啊 跟後來的86有點像 所以那時候就預言了什麼 Toyota跟BMW一起坐車是這樣嗎 然後這個小鴨尾這個造型 跟後來那個差不多年代的六字頭 也有這樣的一個元素 一直到現在來看其實 除了它的大燈 我覺得主要是大燈 它的那個大燈的形式 真的設計的有一點 讓人家看起來覺得是老車 因為它這個角度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形狀啊 那個年代我們剛剛在講190 192有沒有 你會覺得它的那個頭燈都做得很像桃子一樣 就是比較不符合現在的審美觀 現在應該也沒有車大燈會做這樣 所以這個大燈我覺得是這台車 裡面我覺得最不好看的一個地方 但是你看它這個從這個前葉子板 很很 這葉子板這很大塊 這葉子板這很大一塊 它比我手還要長 然後它這整個這樣整半耶 然後就這樣一直延伸到這邊來 好啦佩服它的設計功力 走吧試車 它的方向盤有點細有沒有 一上車就閒 怎麼回家 有沒有聽到後面的聲音 這就是那個我上次講的 比以磨到後面 那個塑膠板的聲音 對 雞雞豬雞豬雞豬 沒有啊比以磨到後面也有聲音 那後面的聲音不只那個塑膠板 因為它沒有膨嘛對不對 可是它的隔音就比那個MX5好 這個就比較不用帶藍牙耳機 這個當初它這個3.0 它當初有2500跟3.0 2500的馬力是190吧 190左右 然後這3.0是260幾匹啊 我按一下Sport 其實它這個原來還沒有按Sport 真的就很順很好拍 起步也很快 它這很奇怪喔 我再按掉一次喔 你聽它原本的那個排氣管的聲音 有點像那個牛這樣 這是原本的對不對 10port按下去那個聲音會變高亢 然後變得更綿密 你看喔 按下去 喔 馬上 喔 喔 對不對 那你喔 高了大概兩個音階啦 好不好 我們以前算是音樂人嘛 拿到麥克風的時候就是人肉點上機嘛 啊 在床上的時候的人肉打裝機 哈哈哈 有沒有 演什麼像什麼 有沒有 它這個你如果按一下Sport模式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一點舒適感比較沒有 因為它轉速都會把你hold的比較高 所以在做的時候 你應該會比較感受到 會有那種前進後退的那種感覺 對 在它那個退檔換檔銜接 或起步啊 要速度要變慢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像這樣 那像這個車子喔 你可以去坐一個車子 像剛好塞車對不對 你在車將要停下來之前啊 在你的那個變速箱 大概是在中控台 底下這個位置啊 你如果覺得你在退檔的時候 會聽到一個 咔一聲 在這個地方 那大部分就是那個 它的電磁法已經 回去了 要壞掉了 其實在這個年代 大概06年左右 1998年到2012年這一批 好 142192最容易有這個問題 就是它車年紀到的時候 當你的車喔 準備降檔 然後一直到時速將要停止的時候 你會很明顯的聽到 咔一聲 就在那個地方 那就是你的變速箱電磁法 要換掉的 前奏 要記得快點去換 快點去修 而且我跟你講 幾乎老車喔 年紀到了 BMW這一批車的變速箱 最容易遇到這個狀況 但是有時候嚴重的時候是怎樣 你車已經停止了 靜止了對不對 停下來囉 變速箱它才退檔 是不是剛好二退一 然後車停下來 這才是一個正常的節奏 對不對 結果你是怎樣 你知道嗎 車停下來以後 二打電池 唉 2007的 是不是黃金眼 問泰山喔 你知道我下一句要講些什麼 泰山知道的 黃金屁眼 哈哈哈哈哈 …… 就有一天有一個那個 地底有沒有 哥哥在家裡看電視 弟弟就回來 就跟哥哥講說 哥 我終於不是處男了 哥哥就很替他開心對不對 好 你先坐下來慢慢跟我說 弟弟就說我現在還不能坐 這樣知道的意思嗎 每個人來的時候 小四哥你怎麼會有那麼多笑話 你哏啊 媽的 你知道我每人都不睡覺 都在想這個 幹 怎麼辦 已經江郎才進 沒有代表做了 每個人都沒有要看車 都想要看小四五賴 哪那麼多東西可以講 不過它的那個底噪聲還蠻大的 然後還有那個從後車廂裡面 經由輪胎回收船廂的那種 轟鳴聲其實蠻大的 你會一直聽到這個後面的 車廂裡面的喇叭 它很像一個大喇叭 然後你那個地表傳回來的聲音就是 轟 在你的頭後面一直往前傳 可是其實風切聲是沒有的 風切聲很小聲 對啊 風切聲是很小聲的 這台車喔 網路上我只看到一台在賣了 賣七十幾萬 敞篷的很多 Coubet的很少 所以我也是 因為我們這次買了這台車 我才發現原來 Coubet的比敞篷的強壽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這個車是很好開 感覺得出來啦 依它的馬力速啊 然後它的軸距啊 後輪驅動啊 六速手自排啊 然後再加上這個50-50配重 跟我上次講的 人坐在後軸上面的這種感覺啊 不用開我就知道它怎麼開 它這個時速表跟轉速表啊 數字好小喔 我有點老花 看不太清楚 你知道嗎 我剛才看了一下 因為我剛看到照相機嘛 我想要看一下時速多少 忽然會老花看不清楚 整個儀錶板都蠻小的耶 超密的好不好 不過應該習慣就好了啦 我這個後照進去哪裡啊 拍到後照就可以看到 你自己的大輪圖 超帥的 我算第一次買這個車 有賣過Z4上的 但是我沒有賣過Coubet的 我也是第一次買 所以我這次第一次買之後 我才知道說 下次再遇到這個車有沒有 車況好的話一定要再買 一定要再買 你知道多少人沒搶到嗎 我嚇到了 我們影片拍完 孤車 我還沒有上架 這當中 就已經不知道 多少幾十個人問了 還有人透過同行的 同業的來問 那時候因為我還在弄嘛對不對 我就說這個可能要等我們弄完上架 你們自己去注意這個FB 要不然每一個人都說 小事要賣的可不可以第一個通知我 靠要我怎麼通知的完 第一個訊息那麼多 我可能怕找不到 然後第二個是 我也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有空把它等你好 然後拍影片 所以我就說那大家就是一律公平 就是看FB開賣 那你們自己就約 然後我那一天 凌晨 一播放去有沒有 隔天早上他就來了 然後就買了 然後後面的全部都買不到 誇張吧 還有人傳訊息來幹嚇勒 小事你不是說 上架要通知我嗎 我看到我怎麼沒有 怎麼都不要通知我 我跟你講啦 眾人都這樣啦 你真的通知他有沒有 他第一個來有沒有 他還想半天 他還不見得買 可是你讓他沒有看到沒有買到 他就 就會管你 當初要不是你沒有跟我講 如果你跟我講 我就買了 看我就買了啦 那錢不是問題啦 你知道嗎 然後會有一個屁股的你知道嗎 要不是我怎樣的話 要不是你怎樣的話 我就怎樣 這是一種巨型 你知道嗎 我現在是媽媽結婚了 有母有兒子 我告訴你 我現在人比較客氣 我們現在這個心態改變很多了 不然以前 以前怎麼樣 你以前我就給他賣這個 男人最喜歡講這種話 尤其喝酒以後 你買車都不用跟老婆講 看男人 男人你買東西男人 他以外以後的構成 多說兩句我來講 我就給他賣死了 看人家必要的時候還會跪下來 有沒有 看人家那個都很會屁 屁股一堆 反正這個買賣看緣分 這個不要強求 強求不來 好 上山了 這台車況真的不錯 你知道我都覺得有時候 買車況不錯的車 真的是非常的愉快 有時候有些車我們自己開起來 有沒有 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啊是要怎麼交給人家 爬山也沒力 或者是這個油門 可以給變速箱跳檔怪怪的 然後我都覺得好厲害 為什麼那種車可以交給客人 不會不好意思嗎 然後我覺得如果說 把一台車有沒有 你買進來的時候挑過 然後你整理了以後 把它整理 車況有一定的水準對不對 然後像我們現在已經賣掉了對不對 那我們出來試開 感受一下 覺得說真的 整個車況覺得 開起來很愉悅 車況不錯 你會覺得說把這個車 交給下一個人 你自己會很有成就感 尤其是那個人回去開一開 又跑回來跟我們講說 喔小四哥我可以買那個車 真的車況不錯 感心情不會很好嗎 哎唷 避震器有點軟 這避震器 原廠避震器不太夠用 如果說真的這個車主 會去單上跑一下的話 避震器要換一下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 只是開開 舒適率率的話 其實這個避震器可以 而且它這個 如果依照那個 它設定的 配重來講 還有我們 坐到這麼後面 你會覺得這個車 其實在開這種山路的話 細心感更足夠 因為它這個車你會很直覺是 它很不容易 甩起來 你要甩尾 是一個那個力學上面的不平衡 你才會甩尾 就比如說後面比較重 或是後面的輪胎比較 這個氣 我們以前要玩甩尾的時候 要把後輪的氣放比較軟 讓它前後的抓地力有差異 你才甩會甩 這個車你坐在後軸上面 我跟你講這車沒那麼好甩 因為它大部分力鋸都在前面 你要甩屁股甩不在下 如果要甩車頭可能會容易 因為前面比較長啊 被網友一說 我現在把他一直開車都在找白灘人 還是網友在嚇我的 還是它就是那個白灘人 它就是那個白灘人 那下次他要白跟我講就好了 靠一下 那Z4當初我買進來的時候 我其實不看好這個車 我會覺得說 我如果今天 你第一個想到說 我要買一台Z4 原因會是什麼 因為它是長篷 絕對不會說 我要買Z4回來尬車 比較少 你會找M3對不對 你會去找其他的 小鋼炮 我覺得更適合去 這個跑山路的 可是你絕對不會去 直覺想到Z4 然後你就聯想到說 我要買回來開山路 直到說 買了在Goubet以後 開了之後我才發現 原來這是另外一個族群 所以還是有人 願意買 不是開棚的地方 這個當初的油耗 我記得市區 官方公布是9點多公里 然後平均是在11公里 高速在15點多 這時候我真的唯一 真的很討厭它 後面那種的S&P 我如果開這車 我一定會把這聲音 全部都抓掉 其實抓這些聲音不難 你要有耐心 你要拿那個薄的那種 綿質絨布有沒有 在所有會產生摩擦的地方 都把它墊起來 全部都墊 一片都不放過 我相信這個 這個聲音是可以解決的 來要不要下次那個 換你拍個特輯 泰山已經有特輯了 換你拍那個試車特輯了 我試車整路都不會講話吧 當然是拍個妹 坐在旁邊就會講話 會嗎 就會有一個妹在旁邊 媽的耍褲 然後說 哇好帥 開了一扣旁邊做一個妹 從頭到尾就這樣 沒差啊 你就把GoPro轉到那個妹的胸前 就好 沒有人要看你啊 有差嗎 你不用講話啊 GoPro視角 瞧好就好 有需要講話嗎 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 你要練習一下 這樣我比較輕鬆 有一個人他去算命啊 然後算命是 算一算就說 好我幫你算完了 你這一輩子不可能教你朋友 真的假的 你這麼會算命 連這都算得出來 我不用會算命 但我會看你的臉 那其實像這一代 ABMW同病都差不多 漏油我們第一個 我們在買的時候已經排除了 然後再來一個最多問題 就是它的那些 海洋感知器啊 機油壓力開關啊 那些微漏油 節氣門感知器 也很容易壞 然後最重要的是這個車子 六缸引擎這顆 又特別容易刺激喔 它這個方向盤啊 跟這個中向盤 它其實有一個角度 是比較朝向駕駛的這一邊 其實它不是完全平面的 它是有一點微微的 對 包含這個中向盤設計 其實有一點往駕駛座這邊撐 這個之前喔 我記得我去 很小時候 我去駕訓班的時候 他有教說 你要怎麼樣知道你在路中間 我們現在雙線道對不對 你只要感受到 你的人 是在中間的話 你的車就在中間 是這樣子嗎 那不是會偏右嗎 沒有 班人會以為偏右 但不是 你視覺其實有一個落差 當你覺得你的人 是在兩條線中間的時候 你的車型是在中間 因為其實你做的 並沒有你想像中的 這麼偏一邊 這個我從二十幾年前 寄到現在 好啦 反正這個當初我們 收購回來的喔 那個三十幾萬 我覺得我們當時有可能是誤打誤撞的 就是亂買 然後沒想到 竟然 來買的人還買得很開心 呵呵呵 站在上 我如果早知道 我不要拍這個片 網路上那個人賣七十五萬有沒有 我賣個六十幾萬就好 不要拍這個片 多削一二十萬 多個十萬塊 欸 沒禮物薪水差不多都有了 沒有啦 沒那麼便宜 它很貴的 每個月都在起價 乾 媽的 泰山那個每天晃來晃去 我快陰倒了 貼模的錢 也不知道那哪裡出的 激生器的錢 也不知道那哪裡弄的 哇操 你這樣看一看 貼模幣弄起來 它就十萬了 對啊 差不多耶 改車真的是無頂洞的嘛 有時候喔 我今天來跟客人聊是 改車這種東西其實 自己喜歡就好了 你要改個輪圈啊 避震器啊 一改全部設定跑掉喔 這個無頂洞 你要花更多的錢 那你說改一些外觀的東西 我覺得自己喜歡 我覺得OK 我們應該 找一天來拍一個特輯嘛 就比如說 欸 泰山這個出去 出個外景回來 它的車全部變成Haloge 都把它貼粉紅色的 少女心那種感覺 然後這可以拍一個特輯 很奇怪喔 還有以前很流行 那個YouTuber很流行 拍那個什麼情侶護診 有沒有 你相信嗎 我不相信啊 你看那一天那個野馬 我們躲成這樣 人家也是不相信啊 對啊 還是有很多人說 塞得 對啊 腳很痠好不好 嬉笑喔 我在那裡哭得 公平你 要不要要塞 也塞輕鬆一點 塞那麼硬幹嘛 好險它沒有蚊子 躲在草叢裡面 沒有辦法有蚊子咬起來 欸好了 到家了 這台車都賣掉了 那最近都要拍廢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機會的話 這個影片都看 都幫我們做個分享 鼓勵我們拍更多影片 好不好 拜拜 拜拜 李厚 黃金屁言 小姐姐有看到嗎 她真的是個小姐姐啊 她後面有貼小姐姐啊 她後面有貼小姐姐啊 對我說賣的真的是小姐姐嗎 媽比妳還年輕欸 80幾年吃那樣子 趕快比妳年輕 我看 我看 漂亮嗎 應該是不錯 87啦 哦跟我一樣啊 真的是 哦 身分證不準好不好 你要不要看我身分證 哈哈哈哈 幹什麼 拜拜 拜拜 口感 哇 真正 不要走 我見過 有機會 師傅 我見過 你 我答